父母总想给孩子提供最好的一切,然而,在一些教育问题上,父母有时候也会犯一些教养疑似,不知不觉中对孩子的成长造强了一些影响。 国外知名网站Family就整理出了几个父母教育孩子时不易察觉的错误,希望以此告诉父母们,虽然父母以为只是对孩子好,但有时候会适得其反。 一,机率太多选择,当大很多父母的理念是,孩子有各种不同的选择是好的,然而事实是,孩子会对过多的选择无所适从,因为当他们对生活感觉到不满时,父母给孩子提供越多的选择,其实也在暗示他们,还有另外一种选择板在面前,他们可以有资格过更优质的生活。 同系理学研究人员莫吉尔说,父母有丰富的选择,造就了焦虑而又有优越感的孩子,他称之为残废的皇族。 他以为着,孩子离开了这些父母提供给他的选项时,他将无所适从。 当选择更少时,孩子会更有安全感,焦虑则更少,较少的选择能够帮助他们针注于某事,这正是预扣生活所需要的。 二,任何时的回应,以赞美。 通常来说,孩子一般都喜欢赞美,但父母要记得,千万别让孩子没有付出就得到赞美,或者是不知道为什么会被赞美。 如果在孩子每做一件事后,都用譬如真棒,真聪明这类共犯的言语来赞美一般,而不是明确真对实质的行为,就会让孩子以为仅仅是因为自己出会,而不是特定的某一行为表现良好。 比如功课完成出色,可以赞扬他们做事专注,有很强的时间观念,主动做家务,可以肯定他们关心家庭,乐于分担的精神,而不是夸他们勤快,过度使用赞美,会让孩子认为,我不努力也没关系,反正爸妈都会认同我,进而产生依赖消极的性格,经历孩子的最佳办法,不是频繁赞美他们,而是肯定他们因为努力, 二、让自己有了进步,三、试图让他们快乐,你永远无法惨破任何人快乐,与其想法设法地让孩子感到快乐,不如思考一下,如何让孩子们学会让自己快乐,思考如何更有能力,以借为未来的美好生活做好准备,因为只有当他们实现经济独立,精神自由时,他们才能够做到真正的自我满足,进而获得快乐, 而从小完全依赖父母来满足各种合理以及不合理需求的孩子,成员以后很难靠自我满足来理解快乐的真谛 四、只要聪明就好,在形容孩子某些特质上,有些父母会觉得平庸这个词语很刺耳,他们总是认为聪明的孩子将来就是成功的,因此想法设法地培养孩子的聪明程度,生怕孩子输在起跑线上,其实,这种看法太片面,心理学家认为,聪明有丰富的内涵往往是多元的, 一类孩子的聪明表现在形而易见的方面,比如学习成绩单上,另一类孩子的聪明,则表现在不易发现的方面,比如交集能力,创新能力,应变能力,钻研能力等,这些就是多元聪明的孩子 五、逃避性有关话题,在信息爆炸的现代社会,任何人接触网络的机会,都变得非常便捷,一旦父母开始逃避,有关性教育的话题,而处于青少年时期的孩子,就会通过各种渠道去了解性,面对来自各种途径的性知识,其实很难分心量由,容易好奇心地促使下,自己无视自同地按照摸索,甚至去尝试体验, 如果你无法承担孩子或早发生性关系的风果,那就不要谈虎色变,请及时跟他们普及性教育,破除他们对性的神秘感 看来这些,你中了几招,或者你有什么想跟我们分享的教育问题,在评论区告诉我们吧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